用5到11岁的BNT儿童疫苗 今天起在全新北市的四所国小来进行施打 总计中央配发了5.7万剂的BNT儿童疫苗 加上现行的莫德纳疫苗 统计大约是有近5成学生是同意接种的 而有家长就表示了 要对抗病毒在医师评估之下 还是选择接种疫苗来保护孩子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一早就前往土城的安和国小进行视察 同时也慰问辛苦的医护人员 而这一次的BNT儿童疫苗施打 接种剂量采息之后0.2cc的注射量 有家长就赶在第一波让孩子来接种 也希望疫情高峰的此刻能够加强保护力 今天同步还有莫德纳剂型提供家长做选择 新北市政府也会针对目前施打的意愿 随时进行剂量的调度 这一次总共有两个疫苗 一个是莫德纳 一个是BNT 那我们初步统计下来 合起来施打的量大概五成多 那比例大概是三比二 像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安和国小为例的话 我们有41%是施打BNT疫苗 21%是施打莫德纳 所以对于疫苗的配送 我们会随时跟中央做反应 那第一批5.7 第二批3.8 如果我们的疫苗的施打总数超过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五到六岁的 是没有在小学阶段的 我们会随时跟中央反应 而至于家长相当关心的 一般诊所量是否足够 以及各行政区的分配数额 好像有些差别 副市长刘尔然表示 诊所和学校的数量已经进行过调整 而各行政区也会随时调配 最近接到很多的反应 很多家长可能想要直接带到诊所去 所以我们在昨天也立即调整 把2.5万拨到我们的诊所 所以这样的量我们会做一个调配 那因为我们还有第二波的疫苗 会这个再拨 在那个重量会再配发过来 所以我们会整体的考量 那至于区域的分布 因为每个区域的状况 的确不太一样 我已经责成这个卫生局市长 也特别交代 请卫生局市各区的预约情况 要做一个区域性的调整 这是国内首度进行 BNT儿童疫苗接种 还是要提醒孩子多喝水多休息 避免剧烈运动 如果有不舒服 以及过敏现象要立刻反应